今天是日前上节目录影分享自己变身暴走的另一面 他谈言自己看电视转播球类比赛时会很容易走心 因为他自己有在打棒球 所以看球赛时都很注意细节 尤其看到球员在关键时刻打不好 就会让原本舒服躺在沙发上的他 当场把遥控器甩掉 接着瞬间跳起来对着电视发脾气 开始爆气狂念球员 让他从稳定卡突然变成火爆男 但看到浪漫的尘埃剧时 他总会随着剧情起伏惨哭 最夸张的是近期上演的爱情剧 在剧情还没展开 孙鞋志光听到背景音乐就泛泪 而当男女主角不把内心感情说清楚 并因为这样要分开的时候 他更直接喷泪对电视机大喊 为什么不讲 你为什么不讲 超爆笑的反差让现场来宾都笑翻 纷纷直呼没想到邪志哥有这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